今天Coffee调查局要带你看看 地瓜叶和瘦瘦针 到底有什么共同的秘密 还有大家会怎么选呢 咦 大家有没有发现字幕不见了 放心啦 它只是躲起来 用电脑看的朋友 可点右下角的方框图示 字幕就会跳出来 手机折点一下右上角 选CC就搞定啰 最喜欢大卤梅 因为它吃起来就脆脆的 我们家蛮常就是 地瓜叶 空心菜跟高丽菜 这几个会轮着转 我选大卤梅 居然是空心菜 比较绿 比较营养的感觉 我选咖喱菜 因为就是不会那么酷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大卤梅吧 那地瓜叶呢 为什么没有想到要选地瓜叶 我就觉得它通常都会煮的比较烂 地瓜叶有一个土的味道 梗都没有处理好 那我就会觉得咬起来很累 有点苦 所以就不失 感觉口感没这么好 吃起来很无聊 地瓜叶真的是最常被大家遗忘的青菜之一 但是你知道吗 它让你体内自然分泌出 像瘦瘦针一样的代谢激素 GLP1 GLP1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很火红的瘦瘦针的核心成分 它能让你吃得少 因为它会延长我们的饱足感 第二 它会让我们的血糖稳定 因为它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第三 它让我们不会暴饮暴食 因为它会抑制大脑的食欲重疏 打瘦瘦针是在模仿GLP1的结构 并加以改良 使其不易被体内分解掉 但是吃地瓜叶能做的事 刺激我们的身体 直接的分泌它 这么棒的健康知识 来看看有多少民众知道 这个结果跟我在整间遇到的患者很接近 大家都听过瘦瘦针 但很少人知道我们每天在吃的地瓜叶 其实也有类似的代谢基转 地瓜叶的厉害早就被科学研究认证了 一项动物研究中 研究人员选用了来自日本的 11O品种地瓜叶 连续喂食第二型糖尿病老鼠五周 结果发现血糖明显下降 GLP1明显上升 另外也有其他文学院指出 地瓜叶成分能改善胰岛素主抗 并证实地瓜叶中含有多种抗氧豪物 帮助人体对抗氧化压力和自由基造成的伤害 进而提升体内的抗氧化防御力 也能减少低密度挡固醇的氧化 以及降低人体淋巴细胞的DNA受损 那么地瓜叶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原来它含有大量的奎林酸 花青素和植化素等 这些成分能刺激肠道分泌GLP1 也就是现在红透半片天的瘦瘦针所模仿的激素 体外实验甚至进一步证实 无论是整株的地瓜叶 或是其中的萃取物 SP和咖啡奎林酸衍生物 都能明显刺激GLP1的释放 但要记得哦 它不是直接降血糖的药 更像是启动你身体的内建开关 刺激你分泌更多的GLP1 从源头改变代谢的状态 更有趣的是地瓜叶的膳食纤维和植化素 也能帮助肠道好菌增生 它们会制造短链脂肪酸 间接促进GLP1的分泌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 地瓜叶真的能帮助瘦身吗 那它刺激GLP1效果能维持多久呢 会不会一下就没了呢 的确人体自己分泌的GLP1 也就是内生性的GLP1 半衰期非常的短 只有1到2分钟 因为一旦从肠道释放出来之后 就会马上被体内一种叫做DPP4的酵素分解掉 作用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地瓜叶 效果可能很快就会消退 相比之下 瘦瘦针就是经过特殊修饰 能抵抗DPP4的分解 半衰期被拉得很长 有些长效型 甚至一周只要打一针就有效 但这也不是说地瓜叶没有用哦 地瓜叶里面的植化素 像是类黄酮与绿原酸 这些植化素还会和体内的钙离子结合 提高我们体内的钙浓度 这也是启动GLP1释放的重要关键之一 如何弥补半衰期短的问题呢 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着手 第一 饮食上要持续的补充能刺激GLP1的食材 像是地瓜叶 花椰菜 苦瓜 洋葱 这些富含植化素的蔬菜 第二 搭配益生菌和高鲜饮食 帮助建立一个支持GLP1分泌的好菌环境 肠道菌相健康 GLP1表现也会更稳定 第三 就是控制精致碳水的摄取 让血糖的波动幅度小 因为血糖忽高忽低 反而会抑制GLP1 不过要提醒大家 虽然地瓜叶很棒 吃多不一定更好 像是肾功能不佳 尿酸过高 容易结识的人 就不建议天天吃太多的量 建议每天一晚 搭配不同种类的蔬菜 一起吃 最安全 就算知道地瓜叶好 还是很多人说 它不好吃 我们请到有西餐厨师与 橄榄油品油师 郑造的 Tony 营养师 来跟我们传授 好吃地瓜叶的料理法 点击右上方连结 就能领取 听完地瓜叶这么多好处 我们来问看看 大家会想吃 瘦瘦菜 还是打瘦瘦针 可能蔬菜为优先 吃瘦瘦菜 吃瘦瘦菜 不用挨针 很怕打针 选地瓜叶 取得还算方便 然后也还蛮便宜的 效率吧 针 应该还是选针吧 我觉得我会选菜 我比较偏向 就是以原型食物来做 改变 目前为止 我也去选吃菜 可是我想多了解 瘦瘦针到底是什么东西 会选打针 因为比较有效率 两个方法都用 效果可以加成的话 当然最好 会选打针 因为很简单就可以帮你瘦 都免费 打针也可以变瘦 但打针最快 慢慢吃瘦下来是可以的 如果11打针 算快 但是副作用应该也是蛮大的 很有趣吧 有的人怕针 有的人想要快 有的人全都要 其实啊 最重要的还是 你到底属于哪一种代谢型 适合哪一种减重方式 我们特地请到小花药师 来帮我们深入解析 究竟瘦瘦针 和瘦瘦菜 差别在哪里呢 想减重 该怎么选择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花药师 第一个想请教小花药师 瘦瘦菜可以取代瘦瘦针吗 主要是这个GLP1 这个东西啊 它在人体我们本来 自己就会分泌 那当我们在吃一些食物的时候 可能可以 多多去刺激 我们人体的GLP1 分泌多一点点 但这刺激的量 一定是远远比不上我们 额外用打针注射进去的 所以你说 吃瘦瘦菜 可不可以取代瘦瘦针 这个答案一定是 不可能的 我很认同小花药师讲的药物还是有它无法取代的这个功效 担心自己可能有胰岛素阻抗吗 点一下右上角 来玩个小测验 一分钟告诉你是否有胰岛素阻抗的危机 还有专属建议送给你 那如果我们同时也吃瘦瘦菜 那同时用用瘦瘦针 这样效果会更棒 其实一定是会更好的 但其实重点不是因为吃哪一种瘦瘦菜 是因为蔬菜它本身对于减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因为第一个它里面的扇子纤维 它可以去吸收油脂 本来就可以减少你食物中油脂的量 第二个是它可以 提供很好的饱足感 我们就 比较不会在 嘴馋去吃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蔬菜这件事情在减重的这个过程中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在打瘦瘦针 YJ搭配不管是瘦瘦菜或是其他的蔬菜 都是对于减重非常加分的一个行为 但是也要提醒就是 蔬菜虽然好 但是还是要注意它的烹调方式 即使健康的东西用不健康的烹调方式 它可能还是会变成不健康 很多的咸酥鸡摊点什么炸蔬菜 炸四季豆啊什么的 但其实它吸满了更多油脂 所以它也是会让这个健康的东西变得不健康 所以重点还是 它的烹调方式也要非常的注意 小花药师刚提的这个我非常认同 大家觉得吃这些菜是健康的 但是却忘了这个烹调方式 或你加了一个佐料 常常去Seven买一个健康的这个生菜 但是你却加了很多的沙拉酱 这样其实反而变得不健康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我也蛮好奇的 小花药师喜欢吃地瓜叶吗 其实老实说我从小到大很常吃地瓜叶 因为我们家是乡下的所以我们家的菜园自己就种很多地瓜叶 而且以前地瓜叶其实是 竹在吃的东西 没错 对它非常的常见 以前的晚餐就很常汆烫一些地瓜叶 然后加一些蒜头酱油 也觉得还蛮好吃 而且它在市面上来说算是一个 蛮便宜又好取得的蔬菜 所以还蛮推荐给大家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瘦瘦针有很多种 小花药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大概有哪些分类 那它们的差别大概是哪些 好我想民众在选择什么多种瘦针的时候 主要大概会有三种最常见的考量因素 第1个一定是减重的效果 那第2个就是使用的频率 那第3个就是价钱 那以使用的效果来说 像最新的双重长秘书就是 GLP1加上GIP 像有些文献研究发现在使用52周的时候 它的平均体重可以掉大概20%左右 想像如果是100公斤的人 减掉20%的体重 剩下80公斤 那甚至腰围又减少大概14到15公分左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收视证会这么的普遍 这么常见的被需要 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那第2个就是使用的频率打 可以分成每天打的或者是一个礼拜打一次 那它们其实都各有好处 因为每天打的可以根据你使用的效果 或者是副作用每天去调整剂量 如果出现副作用的话 比较好去微调这个剂量 但缺点就是要每天打正 对 那如果是每周打的这种的话 优点就是一个礼拜只要打一次 很方便而且比较不会忘记 但缺点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个负重比较强力的时候 我们一个礼拜才可以去调整一次剂量 那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如果你的负重太大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 那最后的话就是价钱 就像我刚刚讲的 现在最新的这个双重场面书 因为是最新推出 它可能也是目前市面上最贵的 那但之前可能前几年推出的 单纯的GLP1 价钱就会开始变得比较便宜 所以我也蛮好奇就是魏容医师平常在诊间会常遇到病人 他们 比较在意的点是哪一些 其实就像小花药师刚刚提的 当然价钱也是一个重要考量 像我自己的门诊的减重的朋友 如果没有使用过的 我会建议他们先使用 一天打一次的 如果有不舒服 副作用 你立刻停掉 隔天 症状就慢慢缓解 那如果你没有使用过的 直接用一个礼拜打一次 整个不舒服会持续一个礼拜 所以通常我都会建议先使用一天一次 那用一段时间 适应了这个长秘术之后 我们为了方便 再改成这个 一个礼拜打一针 其实我在门诊有一个 减重的朋友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他体重有120公斤 不管到哪个医院求诊 医师都建议他要运动 然后要减重 但是大家都忽略 这么重的体重的人 他去运动对他的关节 是有伤害的 所以最后他到我的门诊来跟我讨论 该怎么办 那当然我有给他使用瘦瘦针 那慢慢的他瘦下来 到100公斤的时候 我就开始鼓励他走路 那这时候才介入 慢慢的这个运动 对他关节的伤害也相对比较小 不过他在使用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几个问题 那除了刚开始的恶心呕吐 他慢慢去适应以后 我们在使用一个瘦瘦针 到最后人可能就 对一个药 会有点疲乏 那我从每天打的 给他换成每周打的 那到最后换成最新型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双重长秘术 他也变得有点停滞 他也觉得很沮丧 有时候我们在减重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停滞 我反而会鼓励我们的朋友 就干脆先休息一下 就像我们一个电脑要reset 重新开机 中间我有让他休息了大概两个月左右 那再重新的充斥 那又顺利的瘦下来 现在大概瘦到已经80几公斤了 那也开始有一些 慢跑啦 游泳运动都开始介入 所以他自己也非常开心 我也很开心 我们在使用这种瘦瘦针的时候 一开始一定都是用低剂量慢慢往上调整的上去 很多人会说我刚开始使用低剂量的时候 觉得怎么好像都没什么减重的效果 但有可能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是要去确保你没有附中的发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瘦瘦针都需要跟 医师处方以及跟医师配合 刚刚小花药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有的人会觉得 刚开始这个剂量好像没什么效果 事实上在我们的门诊我们非常强调 药物只是一个工具 他推你一把 你应该趁这个机会去重塑你的生活跟饮食习惯 否则停了药是有机会复胖的 我们的体重事实上是我们的生活加上饮食的总和 那在使用这个过程中 刚好去检视你的生活跟饮食 需不需要做改变 这样将来我们把药慢慢停掉退场以后 才不容易复胖 不过在使用所有的药物一定有它的副作用 对于这个瘦瘦针的副作用 可可也跟观众朋友 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去抑制食欲 但每个人对于药物接受的强度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的药物浓度算搭得太高的话 反而会产生一些恶心 或是想吐的副作用 那再更严重一点 因为你少吃很多食物 甚至有一些会一些心情沮丧 或是忧郁的情况 那最主要的都是因为 我们身体的浓度原本是很低的 那因为额外给予 具有批判之后浓度会稍微拉伸 那这个时候身体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来去 适应这个浓度的变化 那刚开始就会产生这些副作用 那大部分的副作用都会随着 时间身体慢慢去适应之后而慢慢的改善 但是如果这些步骤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比如说恶心呕吐到你已经不能去上班去工作的话 就要赶快去跟你的医生回去讨论是不是要调整剂量 或是说 这个受受症的成分是不是 不适合你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受受症要被归类为 处方药品 或者是需要医师的监督之下才可以使用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要特地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自己或家族有甲状腺水质癌的病时 或者有胆结石 或最近有胆囊炎发作的这个病时 另外过去有没有长足塞 这些都要仔细地去评估 因为这些状况去使用受受症是有一些风险的 所以建议我们使用受受症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 或者药师来仔细地评估 再决定是否使用 那事实上在我们门诊里面 也有很多减重的朋友也问我一个问题 他打完之后停药 会不会复胖 如果对于这一点 小花药师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什么建议 其实这个的确是很多人会在乎的点 因为他会想说 那我难道就打一辈子吗 不可能 一定会有停药的一天 那停药之后怎么办呢 其实研究发现 还是真的会复胖 但是不会 胖回你原本的状况 比如说从100公斤减到80之后 通常会再胖一些 可能到85、90 但是不会再回到100 至于会复胖到多少 主要就是看你 之后的饮食习惯怎么调整 因为在使用受受症的期间 我们的食欲被控制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状况 都比较干净 比较健康一点 停药之后 也一样是照这样的饮食习惯 去做调整 那这样的话 你复胖的积蓄 其实就会大幅的下降 比如说有些人本来 宵夜有吃咸酥剂的习惯 他使用瘦瘦症的期间 宵夜都不吃咸酥剂了 停药之后 他也习惯 宵夜不吃咸酥剂 好像也不会怎样 甚至他可能在使用瘦症的期间 又搭配运动的习惯 在停药之后 持续保持这些运动的习惯 其实这些饮食跟运动的习惯 就是决定会不会复胖的关键 所以如果我们有 持续保持好这些习惯的话 这个复胖的几率是会 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呢 这个体重可能还有 持续下降的空间 那这边我帮广大想要使用瘦症 网友 威龙医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瘦症症 到底可以持续的使用多久 可不可以就这样一直打下去呢 因为瘦症症 其实不是只是拿来减重 他也可以拿来治疗糖尿病 持续用很久 因为他就是在控制糖尿病 不过这当中 当然我们要注意 有没有副作用 那第二个 如果今天是为了减重的人 如果在用一段时间之后 体重都没有办法再下降了 代表他这个药 已经到他的 药效的极限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 停掉 或者换药 那刚刚我提到 他有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 可能会造成一些 轻微的胰胀发炎 所以我也顺便 这借这个机会啊 也要提醒我们 使用瘦症症的朋友 他在使用这个药的时候 一定要定期的 追踪你的血液的素质 确定他没有引起 胰胀发炎 这样相关的一个副作用 再继续去使用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民众很常忽略的事情 因为他想说 我都持续打这么久了 那我就 不用回诊啊 为什么要回诊呢 我都这样用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胰胀的 这个慢性发炎 其实一开始都是 没有状况 没有症状的 但已经出现症状了 通常都已经是很 末期的状况了 所以为什么要一直 持续的找医师回去回诊 是因为医师会帮你 用抽携的检查 确定说 你目前在使用这个药物上 没有产生身体的副作用 那确定没有的话 我们当然就可以 继续的使用下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定期去追踪 是不是有产生这些 不良的反应 所以我常常也喜欢在门诊 提一句话就是 我们减重要在 健康的原则下 去减重 这一集啊 非常开心 能邀请到小花药师 欢迎大家 关注小花药师的 IG Youtube频道 最后喜欢影片的 请记得 按赞 订阅 分享 给正在犹豫药宝 打瘦症的朋友 也欢迎预约 初日诊所 来找我聊聊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今天就聊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